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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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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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一代歌后邓丽君的故事 邓丽君自然离开我们很多年了 可是他的歌似乎却成了人们怀念他的唯一的方式 他的歌迷都不分男女老少 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喜欢听他歌的 是啊我也爱唱他的歌 据说邓丽君唱片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在世界的歌堂上创下了前所未有的奇迹 邓丽君的唱片销售的已经都超过4800万张 邓丽君的家人还专门为他统计过 他一生所出的唱片歌曲超过1400首 他录制发行的黑胶唱片达到了176张 邓丽君创下的奇迹到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越的呢 可以说邓丽君的传奇 用尽人生的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清楚的 要说邓丽君的传奇故事呢 还得从这首《小城故事》开始表情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了 收获特别多 据说这首《小城故事》 邓丽君唱的《小城就是亲外》 他很喜欢泰国青迈这个地方 所以这首歌唱出了一片悠然 宁静和谐的小城生活景象 邓丽君常常在自己想放松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里的一家梅滨酒店 这是他每次到青迈固定住的地方 那就像他自己的家一样 到了酒店他就哪也不想去了 邓丽君很喜欢被泰国传统的建筑和文化拥抱着 他一到这里就像个平凡的小姑娘一样 沉浸在泰国的电视剧里面 是吗 对啊 还有这首《又见吹烟》也是邓丽君非常喜欢的 他非常爱自己的家乡和家人 从小他离家四处演出 对家乡有着很深的见面 邓丽君说过 每一次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就会想起母亲的饭菜和家乡的村烟了 是啊 家乡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吗 嗯 1953年1月29号 邓丽君出生在台湾云林县大飞乡 他原来的名字叫邓丽云 邓丽君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他的父亲邓叔是个脱衣军人 祖籍河北邯丹 他喜欢唱京剧山歌和小调 他的战友推荐他进入了空军的劳军乐队 九三康乐队 哦 母亲赵素桂是山东东平人 也很喜欢唱歌 因为家里的孩子很多嘛 日子过得也一直都比较拮据 但是呢 父母亲一直都把邓丽君是为展上银珠 那邓丽君是怎样走上歌坛的吗 嗯 邓丽君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 受他父母亲的影响 也非常喜欢唱歌 邓丽君很聪明 不管妈妈唱什么歌 只唱一遍邓丽君就会唱了 唱得怕有板有野 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是吗 是啊 父母亲知道邓丽君是块唱歌的料 所以每天呢 都带他到附近的一个河边去吊嗓子 一吊就是几个小时 就这样日积月累的 练就了邓丽君身后的唱歌功底 看来邓爸爸邓妈妈希望自己的女儿走上舞台 嗯 对啊 邓丽君上如舟滚响的时候 正好空军九三康乐队驻扎在附近 有一天 邓丽君父亲九三康乐队的同事李承青送他回家 听到有一个女孩在附近唱华媒戏 李承青被这清晰婉转的歌声吸引住了 他觉得这个女孩是个好苗子 于是他就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在唱歌呢 邓丽君告诉他是自己的女儿 李承青就提议让邓丽君参加郎君演出 就这样邓丽君在妈妈的陪伴下到各地开始参加演出 他这么小就开始奔派演出了 对呀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正式走上了街头 夜总柜和大小酒店现场 赚些钱来补贴家用 哦 因为邓丽君的歌声很甜美 很受欢迎 所以他演唱的非常成功 方圆十里八乡 谁家里只要有个婚丧嫁娶什么的 都要请小邓丽君一起唱歌 他这么小就出名了 是啊 1963年邓丽君十岁的时候 参加了中华电视台黄梅调歌唱比赛 一唱就获得了冠军 真厉害 1966年呢 13岁的邓丽君参加了金马奖唱片公司歌唱比赛 他与一首彩虹铃又取得了冠军 邓丽君真有天赋 邓丽君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呢 就一直在各大舞厅歌唱表演 那个时候啊 他虽然牛肌很小 但是他的歌音却非常的好 长相也清秀可人 随着他演出的场次不断增加呢 邓丽君的歌唱的技巧也在不断的提升 他的名声越来越响 那个时候 他还被人们绷上娃娃歌后的尾称 当时好多娱乐场所都真的聘请邓丽君出场 最多的时候 他的妈妈又听了带他跑六场演出呢 六场演出 那不是很辛苦啊 是啊 邓丽君的三哥曾经说过 那个时候啊 他们家每个月的开支是2000台币 而邓丽君一个月就能挣6000台币 他的演出确实为家里改善了生活条件 他确实是为家里做了不少贡献呢 确实是 后来呢 因为他频繁的演出 引发了邓丽君上学的精英女中校方的不满 于是就要求邓丽君在学业和唱歌之间做出选择 那他怎么做的呢 邓丽君决定休学 1967年他告别了校园 加盟了宇宙唱片公司 就在那一年的9月 他推出了第一张唱片 邓丽君之歌第一集 凤阳花鼓 从此邓丽君就成为了一名职业歌手 这个时候 邓丽君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 谁啊 邓丽君的恩师佐红元 当时的佐红元已经是台湾乐坛首屈一指的大师了 有一天 佐红元和结伴兄弟一起去跳舞 往会一开始 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佐红元被小女孩弱弱大方的气质 和清纯甜美的歌声吸引住了 他觉得这个女孩很有潜力 于是就打听这女孩的名字 后来一听说 这小女孩叫邓丽君 只有14岁 出乎意料的是 他竟然就是结拜兄弟的女儿 佐红元觉得邓丽君是可塑之才 决定你配养他成才 那后来怎么样呢 在1969年 连仅16岁的邓丽君 在佐红元的推荐下 演唱了台湾第一部电视剧《津津》的主题曲 效果怎么样 结果呢 一夜之间台湾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邓丽君的歌声 很快人们就涌进唱片店 开始购买邓丽君的唱片了 邓丽君好幸运啊 碰上了这么好的伯乐 可不是吗 1973年 琼瑶小说《踩云飞》翻上了一幕 佐红元极力推荐邓丽君唱主题歌 但是呢 遭到琼瑶的反对 他为什么要反对呢 琼瑶觉得 这是一部爱情片 邓丽君只不过是个小丫头 哪能明白这些呢 可佐红元拍胸脯向琼瑶保证 是啊 邓丽君能唱好爱情歌曲吗 为了帮助邓丽君唱好歌曲 佐红元啊 就开导邓丽君说 爱哥哥弟弟 那叫亲情 但假如你爱的是隔壁的哥哥 这就是爱情 他真会开导 从此以后 邓丽君真切地唱出了 《踩云飞》 千言万语 《我怎能离开你》 这些歌曲 哇 这些歌都很经典 嗯 电影上映后 火变了东南亚 邓丽君的歌唱事业 可真是如热中心 琼瑶也因此迷上了邓丽君 他要求 以后自己的任何影片 都要和邓丽君合作 太好了 要不是邓丽君 后来到日本发展的话 琼瑶的电影 插曲 应该都是邓丽君包了的 邓丽君的演唱事业 正如日中天 可是为什么 他要到日本去发展呢 听众朋友 今天的《人物百家》节目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 下期节目 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 邓丽君的故事 听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